好 我接下來就加快速度 重點式的代過 比較有DETAIL 講一些 class 1,class 2,class 3 如果說大家對制定商品這些規範 那時候我建議自己去買一本書來 然後上面就講得非常清楚 按照你們是不是要買一本 買一本你就去跟IPCC聯絡 就好了 好不好 那這個一樣 我想這個比較少用到 我們就把它跳過 那這個金屬環的壓接 就是像這個 他們翻譯過叫金屬環 這個字眼叫FERULE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去翻它 FERULE CAMINO 那它一樣 這邊壓掃部分 當然就是捐體 要塞入到這裡面 這邊壓掃形狀 不能太深 要有拉力 要符合那個 剛才講 之前有那個 上次的課程有講到 要符合那個拉力規範 那再來 這個部分要突出來0.5 但也不能超過 超過一個線性的OD 這樣子 它的規定就是這樣子 這個不能超過0.5 這個就講得比較清楚 然後 這個打好這邊 不能歪曲啊 有香蕉 狗耳 原文就叫狗耳 我不知道那什麼意思 可能壓得太深 造成這邊有做出來 意思是這樣子 那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拉力規範 這個用在端子台上面 比較多 像這種端子 好 再來就講IDC的部分 那IDC的部分的話 第一 壓掃部分 這邊要切齊 那 切齊 這邊要切齊 如果切這樣子 其實是不太行的 那已經 那一般IDC的排線啊 通常買來 沒辦法說我要幾PIN就幾PIN 所以會在二次加工 再把它切這邊切 會有工具可以切 如果說這紅邊在這邊 他可能就切這邊 切一半 這樣對成本上面是比較可以 所以 接受的 如果說每次都要 他有點像剛剛講的FFC一樣 他一直出來就這樣一整排 而且他這個排線啊 又比原線 單一個原線的 那個參數控制啊 更 不容易調 真的很麻煩 我有看過他出來 好幾根 重現 然後都 有一整排的那個壓粗部分 比那個更難設定 所以說 在成本上會比較高 如果每一個 如果說我要10PIN 就買了 我要11PIN就買了 壓出來11PIN 我想沒有一個排線 沒有一個排線檔這樣做的 它不是20 40 就是這樣倍數上去 所以它會這樣壓 會拆 那拆的時候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缺口 我只這樣吃不行 只有NG的 一定要拆齊 那這個是 這個 我也沒用過 所以沒看過這種東西 那可能國外他們自己有用過 這個就是一般接地用的 保護用的 保護排線 我們大部分現在都是用那個 導電 導電腳步 或是 有人用 圖那個 銀漆 當作倒底 或是一個 就是那個 折臂 好 那一樣 它在 壓鑿IDC 壓鑿刺破的時候 這邊要 這個地方要 盡量切齊 不是盡量切齊啦 它是說 凸出來不能超過一個 OD的 長度 那這個要切得像這樣子 就是說它壓鑿刺破 就像這樣子 不能歪斜 這邊不能歪斜 這個長度 這個像度太長 不行 然後如果像有這個叫SR 我們 一般講 就叫SR 那我們在 所以我們 他們叫什麼 三件式 兩件式 因為像這個是兩件式的 所謂兩件式 是一個 一個這個 底座再加一個蓋子 這個叫三件式 一個底座蓋子 一個底座再一個 這個東西 外面再來一個保護的 那這邊這個 大小 那一部影響 那個 組裝 為原則 當然它有一些規定就是 這邊 大小是稍微 一個 兩倍OD 寬 像這個打開了 沒有壓好 然後再來是NG 以及像這個 這個 刺破的地方 其實都不對了 都沒有刺到真正的導體 是NG的 那像這個 就太長了 那其實這個 所以是 就是 對判子不行 就NG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 它原本有個蓋子 它沒有蓋 其實 或是連接 歪斜 這邊可能歪斜 拍的不是很好 歪斜 對位 是NG的 像這個對位 歪斜 是NG的 或是說這邊 DP沒有接到 DP的定角 當然也有可能說 你會幫我 解八PIN 然後壓十PIN 我會有這種 哼 那客人就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也是有這樣子 那像這個 就覺得也是不行 你一定 看出來是一定壓錯PIN 因為你是接觸就是 導 別說導工都不會過 排線很笨 那以及這個 勞固性要夠勞固 像這個就沒有 開口 沒有蓋子 沒有蓋上 好 還有這種 刺破式 前面是刺破 後面是包覆的 也是這種形態 這個我們引用很少 所以說我大概跳過去 一樣 這個形態 它刺破的地方 這個導體 目標是正中央 那像這個 如果這樣 好 DNG 底下 所以它接觸的 導體面積夠多 如果 那如果 剛才講到 這是講說 我們就說這個 IDC啊 這個分子超過 太長 可是你如果是 像這種形態呢 是像以前硬碟 這個IDC 的硬碟 ID硬碟 它就是這種排線 那這種就是 被 就是可行的啦 被剔除在外 不適用於 剛才講的那個規範 好 那這個 像我剛才講的 刺破的地方 這導 線材啊 標準是 在這個範圍這裡面 也不能太 也不能太短 沒有被這個 刺破 也不能太長 那這邊要有包覆 這是目標 目標是這樣子 是最完整的 再來就是 像這個就是NG了 也就是 打了歪血 這個NG了 像這個 它可以接受 稍微接觸到 Cas1是可以 Cas2和3是不行 這樣子 像這個不行 像這個 太長了 這樣子NG了 所有都NG 這樣就會導致 就是它定期上面 如果在旁邊太短 就會短 有短度的比率 像這個是稍微接受到的是 Cas1可以 Cas2跟Cas3是NG 那這部分 包覆 但是它可以接受 這邊有點空氣 因為這個 像這種模具 都是要另外再開 比較麻煩 我們這個東西 只有做很少很少 一年做不到一瓶 很少 這邊講的有點空氣 是OK的 那當然 這部分 像這個NG 這個跑太高 它沒有壓到 像NG 就或者壓壞 壓到旁邊去 也是NG的部分 像這個 它是照 像這邊損壞掉 導致上 它沒有去 像這種是刺破 有把決定體刺破 或是說 它講的這個選擇的線材 太細 它沒有辦法刺破它 都是NG的範圍之內 那同樣 這種我們就做稍微多一點 那同樣 它是要頂住 有點短 這樣是可接受範圍 像這種就不行 這個NG的部分 這個也是NG的部分 那一樣 它如果稍微不在正中央 稍微有點這樣子 也是可接受範圍之內 那像這個 這個就是NG的部分 就不行 不能可接受 像這種高密度的 低剎的部分 這個線還要突出來 那這個沒有突出來 也是屬於NG的 或是太長跑出來 也是NG的 那以及這個保護的這個啊 排線啊 損壞也是NG的可能 那最後講到RJ45部分 這個RJ俗稱水晶頭 那這部分的話 它的目標就是這個 這個是主勢力塊 這是幫忙這個插進去這邊 讓它可以緊迫 壓緊它 那這是輔助的勢力塊 這邊就是一樣 可以幫助它有點拉緊 那或者說它讓它不容易被抽出來 以及 那個硬力的釋放 那最主要的是這個 這個地方 接線片 這叫 台灣不知道叫什麼 這個地方一定要壓著下去 那在有些規範 就是有些標準上面 它有講壓著這邊的高度 它有定很硬 但是在IPC上面它是沒有定 它是說這邊是要確確的被壓著下去 而刺破 讓它到底可以找到處 那這邊要有一個空隙 標準就要有一個空隙 這是壓著的部分 這個很快速的 把所有壓著的IPC 所有規範的東西 帶回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證 壓著的部分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 就繼續講焊接的部分 好不好 那在講焊接的之前 我大概會 我其實有整理一個焊接的 我上次不知道有沒有秀這個 焊接 在羅馬時代就已經有焊接 所以焊接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很早之前就有的一個技術 那焊接就不只只有我們所用的洗焊 你看看所有像一些有硬焊 有很多種 這也是一個學科 那一般像我們那個鐵窗 那種焊接那也叫焊接 我們這個450度一下就軟焊 那個就在450度以上叫硬焊 這是焊接的種類 我們就把它跳過焊料 焊料的形狀還吸汁有很多種 這裡面都吸松香 有 吸汁就有大小之分 那有煎熠 因為無煎熠的一個比較 那這個焊料的一個比較 多少煎 比 熠佔多少 它的溫度是怎樣 所以為什麼無煎熠 現在比較難看 因為它溫度要比較高一點 雖然即便那個熠它的溶點是231度 可是你要純熠的話會有問題 因為熠這種金屬 有些金屬它有銅素變態 所以銅素變態就是說 講到銅素變態就是講到說 為什麼那個拿破崙在花鐵輪內不易 會拜給莫斯科 當然大家都知道太冷了 可是很冷難道它不會穿衣服不會怎樣嗎 因為那時候的釦子是用錫做的 那錫在13度以下的時候會變白錫 白錫一碰那個釦子就碎掉了 就是烏掉了 那在有些金屬它有不同溫度下 就有不同的特性 像鐵在700多度 我記得在700多度 它的磁性它就會消失掉 又到900多度的時候它又回復 那就叫銅素變態 那錫也一樣 剛才講到3度以下它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它一定要再加其他的金屬進去 幫助它可以更強化它 所以錫這個東西是雖然好用 但是也很多 像它家的金屬有銀、銀、銅、鑫 這邊有它的可以改善它一些什麼東西 所以光這個錫棒的成分 專利就很多很多很多 這加了百分之多少 大概百分之多少 就是一個專利 那有人說加了多少會比較好焊接 或是怎樣 那這邊有比較 可以看一下 加了什麼的特性 基本上它是231度就可以融化 那加了這些金屬之後 就會變成溫度比較高 用點像加銀 那我們現在公司裡面 它那個成分的話大概就是 它大概是300 我們會開到390個比較 錫爐啦 錫爐 那如果一般錫濕的話就沒那麼高 那錫的它其實很容易氧化 那也是因為氧化的部分 讓它吃可以比較保護膜 在上面進入魚一樣 所以比較不會忽視 那在落體有很多種 我們這邊大概有這樣 觸換器的功能 當然最主要是把我們要焊接的東西 要剛講到 觸換器就是要把焊接的部分 的表面啊 張覆的部分去除掉 讓我們的錫 容易在焊接的潤濕程度要夠好 這樣才不會有空焊虛焊的問題產生 這個是 那中箱也有分很多種 那良好的焊接形容的資料 那是焊接好還是壓接好 那這邊就有一份資料 第一 壓接的連接器跟焊接連接器 這是兩排 初始的一個setup的成本 這個壓接的初始 第一要開模 還有我們要壓著的高度寬度啦 以及它拉力啦 都要去做一個 study準備或是測試 可是焊接就不太需要 它就直接把 雙槍點底就焊上去了 它也不需要開模 所以比較 它初始 扣始的話 你的焊接比較低 可是量產的時候 低量產它OK啦 這個是少量的部分都OK 可是大量的時候 焊接就比這個壓接來的慢 它效率就比較差一點 我們都知道 在那個壓接的部分 有全是東西還 那焊接也不是沒有啦 我有看過有 用機械手背 那成本多高啊 一個機械手背 從那邊撥完 然後把線拉過 然後拉到dsub上面 然後點一個焊接 人焊接比它快多喔 那再來 那operator 學習的那個曲線 壓著比較容易 然後焊接其實它是比較好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 焊接手法 對焊接的完整度 跟它的高性是非常重要 那再來 重金屬的汙染部分的話 那壓高 那就是沒有 比較少 那當然我們知道 焊接 裡面有那個錫 有包含一些重金屬 五千 有千啊 什麼等等 有些還是會加一點千啊 那我們現在使用的那個 公司所使用的就是沒有加千的 就 百分之九九點五的錫 那百分之零點五的其他的 金屬正裡面 再來 在製成方面的話 當然 壓接乳粉是比較容易的 那這個焊接乳粉是比較不容易的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區分 焊接跟壓軸好與壞 那這個剛才講 那個錫濕 你看這個錫濕 肉眼看得到 那這個就會造成 如果電壓高一點 它就 斷路 所以錫 雖然好用 但是也 學問蠻大的 好 那我們大家來看 IPC所 自訂的 好 這邊講到IPC的焊接 八九三 焊接端子 它一樣 我們講到清潔度啦 潤濕度啦 怎樣 那不能稱 鳥人狀 散開 有時候散開 像烏龍狀 像什麼叫烏龍狀 那這邊是講 它的焊料 要符合 JSTD006 有一個要求啦 那如果是講到是 和IPC版的 它這個 JSTD JOIN standard 它有002 004 005 跟006 它有不同的規範 就在焊接部分 都會 它有它的標準 那這邊的部分就是 如果是線材部分 就是按照這部分 它這個006是講的重 你有沒有簽 那少於0.1%的 你簽 那助患劑是在 JOIN standard 004 這部分 有規範 那它要符合裡面的 這像松香啦 助患劑啦 有些材料等等啦 裡面都有講得非常清楚 如果大家對這個方面有興趣 可以去把那份資料 我想上網搜尋一下 也有 不然我這邊也有 好 現在都是原文的 就是沒有中文的 那 這裡講它 什麼H型 M型 這個就是助患劑裡面的材料 是不是適合 多幅導線等等 這全部都在講 那個 它所有的那個 這前面幾張都講它的 汗料啦 助患劑啊 它的可汗性啊 還有等等啊 大部分就是在 現在講的 JOIN standard裡面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從裡面看一下 那 我看一下 設備 除幾個 當 金層的厚度 大約2.5Mi 的時候 應該要 除去這個金 或是念 像我們有時候念的時候 跟金的時候 叫不好漢 我們會 摸 把它摸掉 來做一個漢這些動作 尤其是念 這個東西 比金更難漢 因為它可能在 呃 錫的合金啊 融化之後 跟它的润絲的效果 不是很好 所以會有 這邊就有規定 你硬要把它 硬漢 漢上去的 會有可能潛在的 空漢的 那個 問題存在 那 漢階鞋 應該要清除 應該要清潔 眉鞋應該要清潔 就是用助漢隙 那 那 漢隙後的話 這個助漢隙也不能殘留在旁邊 因為助漢隙其實會有點倒電 所以應該把它清洗乾淨 那當然也有免洗的部分 但是免洗的部分的話 也是可以來用 那漢隙後 一樣 它就是這個部分要清潔乾淨 那目標是沒有可見的一個顆粒在上面 那NG部分就是有看到這個雜穴的原本在上面 所以 所謂雜穴就是說 我們 洗啊 太熱啊 就像我們 油啊 丟了一個東西 下去 油炸了之後 會噴出來 那有時候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要特別注意到 焊接後 這方面也要注意到 那一樣 助漢隙的殘留物 這邊也會看到它的一個標準 大致上跟我講的那個差不多 我們就來看 好 這邊就講到焊接的部分 焊接的部分 這邊就講 焊接的論失角度 不可以超過90度 所謂90度就像這樣 這樣子90度 所以 錫在這邊 它不是乘一個上原物狀嗎 分超過這個90度 那 小於90度 但是又不能太少 好 待會兒會有講清楚 等一下 找一個太石頭 講 有講到一個啊 哪一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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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部分的話 在class1 是可以 可行的 這麼少 到50%這邊 超這個範圍 class1也可以 但class2跟3 是NG的 那 class2跟3 到起碼要75% 它爬7 爬起來要到75% 包部要到75%以上 好 這是剛才講到 焊接 爬接 那麼回到前面的部分 好 那在IPC它論詞部分有規範 如果想要知道焊接跟PC版論詞部分的話 在IPC-T-50這些部分有講到 雷鑼 焊接的表面看起來要稠斷般的潤絲表面 不能凹凸的形狀 高溫焊料可能呈現乾枯狀 最主要是表面看起來光有一點亮才是真正一個良好的焊接 如果用肉眼看的話 如果是有點乾枯狀或凹凸 基本上裡面有可能是空漢或虛漢的情況 或是有灰暗的外觀 那可能就是不正常 這個時候都是有潛在危機 潛在NG的狀況 那這邊總折就是焊接連接的目標就是 這次講到是NG的部分 焊點有裂縫 那焊料或不足的時候 那有雜物 焊點違反最小電器 然後比如說有錫橋啦 就講到錫虛等等啦 或是錫尖啦 或是錫有 有噴錫啦 噴到旁邊啦 一粒一粒啦 或是錫球產生的時候 就是焊距的部分 那或是引線或導線過場 焊接的時候 就是新線過場 就違反最小電器 電器的時候也是NG 那焊接會被污染 清洗後觸換器有殘留的上面的NG 那對於導線 有彎曲要求是 那這焊料太多 會妨礙導線保持那種 折彎的時候也是NG的部分 那可以就是說 它爬席爬進去 因為我們有毛細線加 爬席爬進去爬太多 造成它有折彎 沒辦法折彎 因為線嘛 它有時候焊接完 後面那一段 是希望它是有保濕 有殘留性 如果爬起爬太多 沒有殘留性 它那個部分可能要折彎 那因為它 我們折彎是有力道 有可能把黏筒前面都給折斷掉 那如果在那個地方 點了膠 就是它折的時候 不會折到那個地方 這樣是好辦法 點膠 點膠 也許它是在跟板子結合 對 點膠不平 就是折了之後 不會折到那一段 那就不會妨礙 那就不會妨礙到有落線 對啊 它這邊講的是那個 那地方有落線部分 好 這是在不要 不應該提供區域有存稻 要怎麼等等 跳過去 它講的蠻detail 那它說有些像焊接的時候它需要先上齊 好 保持它良好的一個焊接的效果 那像我們做那個 焊那個連接器的時候 有時候 像D-Sub的我都會先浴上齊 這邊就是 可以做一些浴上齊的動作 讓它比較好焊 這邊講到這個 好 影線綠上齊 如果在唇膀上 如果它那邊 柔肉 好不好 是 會有 陽光之類的 假設 會 對 所以 洗的選擇 還有好像 那個 住飯祭 或是洗手的選擇 非常重要 有時候洗水弄得太酸 它就會容易造成它比較容易氧化 例如像我們有時候裁線玩 有可能試一次跳線 或是說你後面就是要剝皮肚型就好 那你來到我這邊 我再請我另外的PCB版的夾工廠 來做一個焊接動作 可是你在製程上面 可能這個線啊 可能需要擺放一陣子 那你上面所選擇的鑄飯器跟那個洗壓 如果沒有選擇好 很容易就氧化 那裡面的銅如果氧化 你會跟著冒出來 會沿著它的空氣冒出來 我們跟你們的焦工有一些涼化 好像是有郁香氣 對 所以這個存放有時候要特別特別注意 可是我們會洗水也會控制 你剛剛那個問題嗎 那如果上洗的部分 它應該會增加它 跟所謂的現金的大 就是現金變得比較 就是上洗的變得比較粗 對 粗一點 那這個部分的話有沒有 就是所謂控制在 譬如說 一邊用秘密的放 可是說有沒有一個 就是入洗之後 它有沒有一個規範說 它可以限制或是 可以去一個範圍再多大 看客戶要求耶 都是看客戶要求 對啊 我們都是 你那個洞 有時候要擦那個基板 對不對 要擦著 那就會提供一個洞的大小 那我們沾完洗之後 你有沒有會把這些洗甩掉嗎 那試試看 這個到底有沒有太那個 它洗得太多 如果有 再去沾一次再甩一次 再甩大力一點 把它洗甩 甩掉這樣子 再甩一次 我們很多都這樣子 對 那要多 表面覆蓋多少 它竟沒有 它畢竟你沒有講到 沒有規範 沒有規範 對 它只有規範你說 你渡洗潤濕度啦 還有那個角度啦 看接後 你沾洗的部分 洗要包覆多少 這待會兒會有 好 那你剛剛想看 你有沒有說 渡洗之後 是因為 當然有提到說 它是那個洗水的關係 會影響到它氧化的程度 對 那這樣來講 它有沒有 譬如說 在最惡劣的狀況 它氧化的時間 大概多少 它裡面會有規範嗎 或是說 有沒有說 我沾完洗水之後 有沒有一些 類似像那種 四點的保持的器械 或是說 可靠度的部分 它好像在剛才講的 那個 Joint Stand Up 對 裡面好像有提到 但是裡面的DETAIL 我沒有 沒有什麼DETAIL 我沒有看到 很深入到Minecore 只有看IPC的部分 那IPC有包含 當然IPC這個裡面 有包含那個Joint Stand Up 對 因為它裡面太多標準 我沒有很仔細的 每一個標準 都去STUDE 那我上課大概就是 有這些 它也就是說 你如果要去了解 真正 判習的 很DETAIL內容 不然就去看那些標準 當然你選擇的一些洗水 裡面有 做飯器 裡面都有規範 可是 有時候 我剛才講的 洗衣料 它專利 就已經超過它 裡面的標準 很難說 那我按照那個標準去選擇 那有時候按照那個標準去選擇 出來的那個洗壓 有時候成本會蠻高的 它有時候加了銀很多 加了銀很多的時候 成本會比較高 會不會加其他什麼成分 反正這種東西有 反正95% 有5%是加了很多其他金屬 所以它比較很難像IC這樣子 因為IC常染化它本身 它風暴之後 它會很強的社會制度 或是要儲存在什麼樣的環境之下 這個就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一定要規範 就IPC A60裡面沒有講到 但是在它所說 你要去看的官營 那個Joint Standard裡面 應該有 我沒有 要去翻 還就是說 就620來講 它是規範在焊接 焊接線 焊接而已 所以它基本上 那現在可能不至於 有這麼detail 這樣看 其實我剛才也不是整理到 有唏噓啦 也應該沒有講到 它裡面都沒有講到那個東西 就是頂多講到洗尖 洗尖一看肉也看得出來 那個東西就很容易 那如果說像那個板子上面 可能對這種 很concent的時候 精密的時候 它就沒有沒有 沒有做到一些 因為連接器 最主要是靠連接器 連接器 帶一點連接的 當然焊接也有焊接啊 也是有 但是大部分 講線的部分 對 除非在講610600裡面 這個應該有把 那個部分我沒有上 我不太清楚 那這邊有沒有規範到 就是說一般樓線 直接它在板子的部分 好 那還是說應該要加 某方面 某方式的一個端子 再跟板子結合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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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講到 不過我常常去問IPC裡面 它在設計電子產品 有沒有設計上面的一個規範 就它寫的那個標準面好像是有 可是它沒有開這種課 對 在大陸沒開這個課 美國有沒有開這個課 我不曉得 但是或許 我有嘗試去找它那個規範出來 想要看一下說 我們在設計電子產品之後 這些規範在哪邊 有沒有可以參考的 有沒有好跟我們客人做一個建議說 你在設計的時候 這邊要遵循 然後設計出來的東西 我們大家都知道品質 以前都在講說 品質不是檢查出來 品質是做出來的 那現在都在講 品質是設計出來的 更進一步了 你設計好 對品質了解 才能設計出好品質的東西 對 好 那這邊的話是講 像這種東西 這邊有講 這一句畫裡的指 什麼 勒說焊接裝置 就是這個 這熱縮完它就焊好了 有這種東西 這個我們廠裡面也用過 但是有這種東西就是了 它就是裡面有包一層小器 它溫度比較低一點 那 吹完 那個 吹完熱縮之後 它吸就 吸就沾上去了 然後跟著包覆在一起 好 那這邊講了 不能死 這個 像這種 可能這個滴薩 可能遇上席 會遇上席 還做環節 像這種的話 要這種接法 就 它說不應該要遇上席 遇上席 就沒辦法閃開 就不能閃開 這樣接了 還有 上席這邊 上席啊 席包覆啊 這邊要有一點空間 沒有上席 這邊空間的大小 就是 一個 O D的大小 對 這個寬度 它怕就是跟它講 這邊席啊 跑進去太多 那這邊可能要彎曲 折彎 造成這邊的可能會折斷 連動這邊帶來折斷 所以它這邊要有一個空間 那 也有客人說 你這個席要爬上去 不過有這種客人 就看客戶的要求 因為它如果說像 用的是裸銅線的話 是比較容易氧化 它可能要白陣子 所以它希望說 我們的席可以吸上去 之後 這邊就緊密了 空氣一暗 水氣就不會跑進去了 它就不會造成裡面的氧化 我們那種客人是這樣子的想法 那這個就是洗天使不可行 這個是論施度不夠 是上席 水澳於5%的時候是NG的 剛剛那樣子的說法 那客公司有做到這樣 有客戶有要求 對它吃到的 有 有 很 那個還蠻是 很大量 有這樣要求 那部分的客戶會希望 就是一起壓制到裡面 有沒有一家 只有哪一家客戶 只有哪一家 就一兩家啦 一兩家客戶 那其他客戶並沒有 就去沾騎就好 那他們有要求 這樣會不會讓那個 萬倍 優惠 搬走 會 會 這邊也有講到 如果看起來這邊 濃化了太多 膠杯的部分 其實也是NG的 那這邊是 這部分就講說 它這邊勾喊 這邊一樣 它這個 要有預留空間 大概是 兩倍的 OD 然後呢 這邊 這個 勾喊的時候 要180度 要這樣繞過去 不能90度 它的要求是這樣子 但是Class1的話 就是 Class1也是NG的部分 那 焊接好 形狀要這樣子 這個部分 我們也沒用過 這個東西 我們沒有用過 我不知道你們 有沒有用過這樣的產品 我們是長 我們產品器材 都需要這樣的焊 這樣 那這個 我們都沒有用過 因為這個是GPC版的 當然不是 它們這樣的組織 就是說 在包內的片 你知道嗎 這應該是後面的 像這種東西 我們有看這種東西 這個是我們 勾焊 它一樣要180度 這樣子 不能只有90度 那 焊接就 像這個就是 有燒焦的部分 還是規範是不行的 事實上就NG了 那 或者這個太前面 這個規範 如果這個決定體 太靠近 你這個沒有留一個空間 你是NG的 然後再來 它這個熱搜套管 套上去的 它的長度 是兩倍的 四倍的OD 長度 這個地方要留一點 可以 小於一倍的OD的高度 所以熱搜是它這樣規範 那熱搜碗不能破裂 它有講到 或者說熱搜太高 或太低 或是這個不完整 或是這個太鬆 或者熱搜沒有套上去 或者熱搜只有套到部分 這邊沒有套到 是NG的 這邊有這樣的規範 像這個就是NG的 或是NG的 還有這個不夠 或是不夠 或是這樣鬆鬆 我們根本沒有熱搜 那現在這個從層鳥籠狀 這樣是NG的 所以它就採180度的一個殘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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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部分 我也沒用過 這個我也沒用過 不知道你貴公司有沒有用過 沒有 這個 很常用 它這邊說 這個地方 是不能併在一起的 這個 這個啊 兩條線不能併在一起 那怕 和上期的上不夠多 還有這個 這個部分啊 要勾180度 不能像這樣子 像是NG的 這個包含不到 還是NG的 那這個就 效果 這個我們都沒有用到 我們就有效果 像勾和的部分 它這個規定叫180度 就跟你講的一樣 就一樣的 就夠焊接 這樣 像這樣就是NG的 那這個 這個太 沒有一個ID的 沒有一個OD的那個 這個 一個 留一個OD的焊接的部分 算是NG的 那或者是個焊接的部分 太接近 太接近 這個下面 沒有兩個OD 是NG的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這個NG的 這沒有180度 繞過來 是NG的 好 再來就是像錫杯 這個我們比較常用的 錫杯 那錫杯的標準的話 就是說 它這個部分 要露出來一點 然後按錫要反正是75 至少是75的滿錫 那以及這個 線啊 要靠近那個 這個 靠近這個 端子的牆壁 這個地方 才是標準 像這個沒有靠近 就是NG的部分 那 我們的導體應該在超 那這個 像這個是多個 部分 就要這樣子 180度 起碼 像這樣也是個 OK的 可接受 那這個是要至少 繞一圈 繞一圈 到三圈之間 它的標準是這樣子 不能只有 像這個 只有這樣子 可以 是很絕的 好 那剛才就講到 它包括之後 爬起一部分 在class1 至少25% 可是class2 跟class3 要 我自己是 要75% 然後才可以 它是這樣子 做一個規範 好 這是比較 沒貨這種東西 好 這是跳過 好 這是講 勾喊的時候 的一個形狀 好 這是講到就是 錫杯 好 就是這種端子 那 那 百分之還是滿錫 那百分之75 那可是 這個部分的話 對我們來講 在焊節 如果要按照它的 作業說法 來焊節的話 我們都已經焊了四五條區了 它是怎麼焊的 它有一個影片 是這樣 先切一段錫 插進來 預熱 錫融化在裡面 然後 這已經沾錫 然後這 預熱 用那個 這個 洛鐵 預熱端子 其實在這裡面 是呈現 液狀的時候 把這個插進去 這很慢 這樣 我們那種 自動出息器 已經焊不到幾條去了 它才焊完一條 它的標準要求 有點難做到 說真的 如果就成本上來看 不是不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我們抓這個成本 就會一般的好幾倍 也有軍規上面 特別要求這樣 那我們抓的時候 成本就比較高 反正是軍規嘛 這預算比較多 那這邊要揉揉出來 其實就是標準 其實就是標準 那 這個反正是棄手 那這邊洗肩 這還是不行 這是NG的 好 大致上 IPC 我和今天講的 就是 如果大家 就是這個部分 還有任何的 想法 可以 我覺得 有這本說 也蠻好的 好不好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再來問我 那今天上課 我還很非常好吃的 你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給你掌聲 感謝一下鼓勵